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航行过程中的速度最快达到了三马赫美时 最高能飞到21500米的高空 最远航行距离可达8000千米 根据北美航空公司的设计 这款战机的弹舱容量也是非常大的 最重可携带22.5吨的常规弹药和核武器进行任务 不过由于它并没有基带武器系统 因此在遭遇敌方攻击的时候 只能够凭借超音速的飞行能力 以及基带电子设备来自宝 此外 XB70战机的机身设计还有一大创举 那就是它的机身 美方并没有选择常用的钛合金材料 而是别具一格的采用了不锈钢板 通过在蜂窝状结构材料的前后 各家一层不锈钢板制作完成其机身 由于XB70是一款超音速轰炸机 美方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格外注重其速度 为此更是配备了6台YJ93G3涡轮吨漆发动机 根据数据显示 单台发动机产生的推力就可达14060千克 不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 这款战机的研制计划最后还是被美方停止了 一方面XB70战机的生产成本太高 由于超音速与耐用的机身材料是成正本的 而这也使得这款战机的造价达到了7.5亿美元 要知道当时美方生产一艘10万吨企业号航母 也只要4.5亿美元 继续投资这款战机显然是非常不划算的 另一方面和其他战机相比 XB70战机的精确打击能力实在太差 如果以最快速度在最高航行高度飞行 它的投弹范围半径仅仅只有15千米 远远低于当时的弹道导弹 之后苏方防空导弹也对XB70战机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导致轰炸机的进攻方式慢慢从高空高速转变为低空突袭 而这就和其设计理念背道而驰了 导致XB70的战略价值在不断减少 而这款战机发生的事故也不少 它的左侧逐旗落下在首次试飞降落后就发生了起火 1965年的时候由于禁忌道飞入了不明物体 XB70A的6台发动机在试飞过程中直接报废 第二年它的二号机与随行的一架F104N战机发生碰撞 最后坠毁在了沙漠 如今世界上也仅存一架了